作词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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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守在窗前 夜空下 影子陪着我 有些孤单 就像害羞的花瓣 等待阳光 却又泡刺眼 你用你热情 作交换 交换我所有 眼泪消炎 我是孤独的白天 等待黑夜 却又泡 太危险 我决定 看着你的双脸 靠着你的肩 说我爱你不改变 从此相信你的每句承诺 就算是 无心敷衍 我决定 一分一秒一天 直到一百年 让我习惯你的笑 习惯你的埋怨 也许女人都一样 总是被爱欺骗 心甘情愿 用你的指尖 轻抚我的心 落在你怀里 守住每个幸福的瞬间 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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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 看着你的双眼 靠着你的肩 说我爱你不改变 从此相信你的每句承诺 就算是 无心敷衍 我决定 一分一秒一天 直到一百年 让我习惯你的笑 习惯你的埋怨 也许女人都一样 总是被爱欺骗 心甘情愿 我决定了 哪位啊 你好 我是你妹妹家的保姆苏三妹 是不是诚哥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 他现在想和你谈谈 他想和我家先生离婚 离婚 他说他现在特别想见你 今天晚上时间太晚了 他自己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你让他接个电话 他说他现在心情不好 什么都不想说 让你直接过来 是不是他又和他先生吵架了 没有 先生现在没有回家呢 就我跟诚哥姐两个人在家里 那好吧 我一会儿过去 好的 再见 再见 陈寅姐 怎么回事 我家先生他刚回来 陈哥呢 是我找你 早知道是你啊 这深更半夜的 我就不来了 你说这么大的事 我也不能找别人呢 只能找你啊 你叫我过来 是想让我劝劝成歌对吧 不是 姐 你怎么来了 不放心你们呗 过来看看你们 你放心吧 我们都挺冷静的 是是是 那 你们先聊着 我先上去了 行 看样子啊 他是真的舍不得你 人就是这样 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那这句话 是不是也适用于你呢 不适用 我已经想明白了 我过不了这种舒适平淡的生活 也当不了像副教子的小女人 至于吗 这离婚可不是小事 你干嘛这么着急呢 总拖着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我现在担心的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 怕她不肯协议离婚 要是闹到法庭上我就惨了 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离 这一步你都想到了 爸妈还有我 总觉得你是在说气话 根本就没当真 姐 这会儿是真的 你相信我 刚才啊 就是她让苏三妹打电话叫我过来的 她叫谁劝我都没有用 因为我现在已经铁了心了 不想跟她过了 特别没劲 能有多大的事啊 你还非离婚不可了 太压抑 我去说她去 行了姐 你就是磨破了嘴皮子也没用 她改变不了 有那么严重吗 你不明白 因为琉璃懂你 所以你们俩很和谐很幸福 很幸福 孙树铭呢 我们俩就是格格不入 我说我饿了 她让我去穿貂皮大衣 我渴了她让我去看电影 我们俩不在一个轨道上你知道吗 会不会是你太没有耐心呢 要不然她怎么就能听不懂你说的话呢 她不是听不懂 她是根本就不听 她根本不想知道 我心里渴望的什么 我要什么 她就希望我像一个玩偶一样 乖乖地在家里待着 姐 你说我能这样过一辈子吗 好了 好了 我不说了啊 那你想过这 离婚之后的事情吗 我不会讹她一分钱的 我怎么来的我就怎么走 谁要是我先提出离婚的呢 我说的是生活方面 过最普通的生活 我就不幸过不了 那 感情方面呢 从零开始 从情斗初开开始 你变了 我是变了 我又变成人了 我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自己挣钱自己花 遇到喜欢的男人 我就大胆向来表白 那这样的话 男人还不被你吓跑了 总有胆大不怕死的啦 妈妈 既然你还想劝我吗 你还替我惋惜吗 这件事情呢 反正你自己做决定 只要你觉得过得好 觉得过得舒服 就行了 嗯 原来不是说是绿的吗 我改红的了 我不知道 我没离过婚 弄得跟护照似的 哎 这是你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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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个车的手续 都购完户了 保险也都办完了 啊 别忘了交养务费啊 那不交逮着罚款 你也是啊 出门之前你听听天气预报 多穿点衣服 别那么大岁数了 也不要注意身体 胃不好你少喝点酒啊 那床头柜里边 我给你准备了两个多月的胃药 够你吃的了 按时吃 太多了 谢谢啊 你走了 来开吧 嗯 今天你让我开吧 不行 现在这早上风车太多了啊 没事儿 再说有你这么好的陪练陪着我 我还怕什么呀 你就让我过过瘾嘛 我过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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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上来吧 你什么时候拿的假照 跟孙世明在一起的学学的 他说要娶我 给我买车 他就是个大骗子 这个乌龟王八蛋 右拐 右拐 哎哎哎哎别压黄线 往这边来 看你 完了完了完了 Arab 请出示您的驾照 sleeping 警察这是坐的 我...我...我怎么了 这是你走的路吗 是 我们走错了 下次一定注意 不是有意义的 开车多长时间了 没开多长时间 这是你的车 啊 我男朋友的 这是辆租来的车 啊 那你开车还不在意点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八广五十 扣两份 别呀 我下次注意点还不行吗 算了 算了 谢谢啊 对不起 好 谢谢 这下 过足引了吧 没关系呢 下次注意点就是 啊 我开着车呢 你真好 你是我认识的人当中 对我最好的 只有你是真的在乎我 我以为多大事呢 不就是租个车吗 你对我真太好了 哎 其实你对我也挺好的 别说给你租个车了 就是给你买个车 也值得 傻来 你在那说大话 今天要不是出这事儿 我就不告诉你了 先让你高兴一下 我钱都交了 过几天也在那开新车旁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真的 太棒了 哎哎哎 过马路了 你看看我 弄点口红了吧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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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的 老板 没心情 哎 这儿了吧 说点正事 是 怎么 夫人没来 哎 哎 怎么着 处长也提了 新女朋友也找了 咱们的正经事儿 进行得怎么样 啊 我跟头儿聊过了 问题不大 估计 拿出地价的百分之一二来 就能搞定 我拿出百分之一点五 提现金 存在你的折子里头 哎 随时的给我消息 只要他定下来 钱 马上他拿走 好啊 那现在就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你放心了 我一定给你 在这块地上 好好使使劲 这地给谁不是给 问题不大 哎 这事儿成了 龙男后报啊 哎 先甭说这个 那以后的话 行了 就这么地吧 啊 不得玩会儿了啊 完了完了 公司有人等我 啊 你玩的 啊 我来了 啊 我来了 我来了 我爸 是 走啊 来 走 这车我又做了一次保养 没问题的 过后手续我已经办好了 这是车钥匙 现在这车就属于你了 好的 那存折位给你 这可以咱俩一块存的 你看没错吧 没问题 好的 再见 再见 大叔 你们这小区的配套设施怎么样 我 这小区的配套设施啊 全是齐的 刚才过了医院 学校 还有购物什么的 都挺方便的 这边的保安是二十四小时是吧 二十四小时 嗯 姑娘 请 你这儿堆了好多的东西啊 没关系 你要的话我留下 不要的东西 我都拿走 好的好的 你这屋子一看就是 好久没有人住过了 但东西齐啊 搬过来就可以住了 搞脏的 没关系 这东西浮层一挡就掉了 这是厨房是吧 喂 微波炉还有冰箱 啊 啊 空调 呃 该有的电器差不多都有了 哦 电视电话 那这些电器要是坏了的话 你负责修 那我负责 哈哈 你这房子一个月多少钱啊 一千五 这么贵啊 我可没给你多要 哎呀 你看这么好的条件 你看 这儿还有个小阳台 这城里 有这儿小阳台的可不多呢 阳台倒还可以 我要不是跟我孙女儿 抽点学费的话 我还不想住呢 瞧你这体面 可能也不在乎这几个字吧 那好吧 那就是他吧 姑娘 你在哪儿上班呢 我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呢 嗯 坐这房 房租 可是半年一付哦 三个月一付可以吗 哎 人家都是一年一付 你要围栏的话 那你就别住了 那什么意思啊 你还怕我付不起啊 我是瞧你现在的情况 我心里没底儿 这你就别操心了 这房子你租不租吧 租 租啊 那房租 那你给我写个收条吧 我付你九千块钱房租 好好好 也真损快啊 租 租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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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这么漂亮的小姐 到我这儿来工作 那可是我的荣幸啊 我们这儿 试用期的工资 每个月是五百块钱 试用期呢 是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 每个月是七百块钱 还管两餐饭 怎么样 不就是端盘子吗 还要什么试用期啊 那也得是啊 不过看你这么精明 就是一个月 行 那我什么时候开始上班 如果可以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上班 行 那我现在就可以上 好 娟子 你来了 你来一下 你带这位小姐 去换一套新的工作服 你那就跟她去 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就问她 好 请跟我来 每天都吃这些个麦片 煎鸡蛋 牛奶 面包的 换点别子 你不是说这些有营养吗 营养又不能天天吃啊 是吧 弄点这包子 油条 馄饨 豆浆什么的 那都是程哥姐在的时候 她点的 别提她 先生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说 现在我觉得我每天没什么事做 觉得闲得慌 而且 这楼上楼下的 白天黑夜的 我也觉得挺吓人的 没事 这小区啊治安特别好 不用怕 以前程哥姐在的时候 你怎么又提她 我就闹不明白 你们俩有什么矛盾 非得要离婚不可 小孩儿不懂 别管 我不是管 我只是觉得 你俩都是好人 为什么 非要 吃饭了没有 先生 你不想程哥姐吗 我挺想她的 你吃饭没有 你还让我吃不吃饭 你还让我吃不吃饭 你们还没走啊 你们先走吧 小田 你们也是打车走吧 别打车打车多贵呀 几点呢 马上她就来了 小田 坐半个多小时了 就是坐公共汽车 我们也到家了嘛 就是 别呀 公共汽车多挤呀 而且挤得一身臭汗 等一下 我们的专车马上就到了啊 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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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们走 走走走走 先上车 先上车 好的好的 来 怎么样 喜欢吗 嗯 喜欢 对了 云翰 我想问你一下 这个车 是用你自己钱买的吗 你说什么呢 不是 我不是关心你吗 是我自己赚的钱买的 你这样说我就踏实了 不过 你还是别跟别人 说是我给你买的 为什么呀 我的情况你也清楚 一个工薪阶层 能买这样的车 让人家瞎猜译 到时候 给自己找麻烦 嗯 我明白了 听你的 走吧 他们等着呢 走吧 走 走 走 你看 我 怎么会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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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買 那你 只要你 是 我要 我 我 我也要 不要 你 你 你 不 诱 你 什么 是 Sexual 你 是不是 可以 喂 林漢 我 吃饭呢 这么晚了还没吃呢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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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是说那块地是吧 你放心了 我给你盯着 我们领导出国考察去了 大概得二十多天吧 你先别急了 有消息我就给你打电话 好吧 我不急 我不急 有你给我盯着呢吗 晚上干嘛呢 要不出来玩会儿 要不然我请你唱歌去吧 怎么了 还没结婚呢 就管成这样 不至于吧 不听话不行啊 我现在是脱家带口 真的潇洒不起来了 我还是羡慕你啊 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多爽啊 不不不 我不是在说风凉话 真的 那行 再联系啊 谁呀 孙树铭 他也够可怜的了 这辰哥呢 说跟他离就跟他离了 哼 他 活该 他那是报应 干嘛呀 你来什么劲呢 显得跟旧情难忘似的 说什么呢 我难忘他 我主要是忘不了你 我主要是忘不了你 你在我心里是最帅的白马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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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啦 当然啦 在我眼里呢你比他帅一百倍 一千倍 一万倍 我有那么帅吗 当然有啦 那我看看 我看看我有那么帅吗 你看 来 先生 你要点什么 怎么是你呀 老婆 不至于吧 混成这样了 谁是你老婆呀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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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经理 先生 你有什么吩咐 点赛 哦 我这个 让刚才那服务员来点 那您稍等 我说 这个人你认识啊 我前夫 那你赶紧去啊 别理他 他有病 好 刚才那位服务员身体不太舒服 我来给你点吧 您要点什么 20份肉饼 好 好 您收到了 您好 您好 先生 您的肉饼都上齐了 您慢用 他怎么不来端 谁端不是一样吗 不端什么 再给我来四十份 四十份 好 你稍等 这可怎么办 他还有四十份肉饼 你去给他烙呗 我的小姑奶奶这肉馅没了窝上哪儿给他烙 这不是明摆着找事吗 你还是劝劝他吧 你闹够了没有 你觉得这样好看是吧 不是 你要是早过来 不至于这么难堪啊 我希望你赶快离开这里 不要影响我工作 影响别人做生意 我 我影响了吗 他 他今天这儿的所有损失 我一人包了 我告诉你 我不会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接受你的施舍 这不是施舍 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好不好 你以后不要来这里了 咱们俩好聚好散 时间也不早了 我要下班了 你赶快回家吧 回家 回家 喂 是杨主任吗 是我 您好 我是计划处小高 有事儿吗 有点事 我一个做房地产的朋友 想请您出来坐坐 一起吃个饭 就土地规划的几个问题 想向您请教一下 小高 您是怎么搞的吗 我是从来不出去 这种场合的 我这个朋友 一直很敬重您 早就想揭示您 您就给个面子 闪个光吧 我们还是避避闲吧 小高 你我又不是 缺那顿饭吃 是 我知道了 主任 我还太年轻 太没诚服 谢谢您多点播 不然 我不知道还有犯多了错误 您的话我都记住了 好了好了 就这样吧 那再见 这个老花头 谁呀 是我 计划处的小高 杨主任在家吗 是小高啊 来来来 我给你坐 大姐 杨主任没在 他出去了 你找他有事 没事 我就是到家来看看 行行行 带你坐你坐 工作好多年了 郑木杨主任关照 不好意思 坐坐 杨阳 出来给叔叔带着茶 你看你 来就来 还拿这么多东西 真太客气了真是 来 来 好 好 这是我们女儿杨阳 谢谢 你们的女儿都这么大了 明天春天的 大学就毕业了 那现在该写论文了吧 我想出国 我在网上啊 已经联系了好几所美国的大学 估计呀 只要脱不分够 应该没问题 现在这年轻人哪 真的是有想法大姐 我们上大学那会儿 出国 哪敢想啊 他呀 他就是心气高 一没心思想出去 可这出去呀 就得花十几二十万 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哪有那么多钱呢 妈 您真抠门 就您那点钱 在美国根本就不算什么 妈 只要我能出去 我挣了钱 马上还你不成吗 这下 真是 对 大姐 钱不是问题 关键是孩子的志向 你以为出国就那么容易啊 一天到晚就知道上网 那活都丢了 就你这样 您的那托付能考出好成绩吗 妈 我的事您就别管了行吗 我不管行吗 您的托付分要是不够 那你说怎么办 大姐 我看你就别逼她了 杨杨心里会有数的对吗 就是 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我就不信我出不了国 大姐 既然外语成绩那么重要 我倒有个想法 不如给杨杨请个外教 那感情好啊 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我在外语学院有朋友 找个外教没问题 老 老妈 我叫收费高着呢 您舍得花钱吗你 杨杨 这事可不是你管的啊 你只要好好学习就行 小高啊 真是太谢谢你了 真没想到 天上见了个高叔叔 帮了我这么大吗 杨杨 你还真会讲话啊 大姐 那我就不做了 我先回去了 你不等老杨了 不等了 来日 再来看你们 行行行 好 空了过来玩 好好好 高叔叔 找杨在这儿早点告诉我啊 好 财富姑娘 放心吧 叔叔会抓紧时间的 好 谢谢 慢走啊 显哥 好 空了过来玩 好 您留过吧 再见啊 再见 等久了吧 今天没拍到马屯上吧 没有 正好让我拍到马屁股上 真的啊 真的 杨主任的女儿呢 要考托福 我答应她 帮她找个外教 你们外学校 不是有好多外教老师吗 给找一个 你拍马屁 你干嘛要带着我啊 这不是进水楼台吗 咱俩什么关系 少来 别套近活 你着急要吗 当然了 越快越好 好 那我帮你看看吧 上车吧 回去没事了吧 没事 那我开吧 不行 你看这下了鱼 容易出事 没事 我慢点开还不行吗 那再让警察查了呢 哪有那么巧啊 我呸呸呸 你赶快 你快点 抓 快点 电话 我的大小姐 这是自动的啊 别那么使劲啊 轻轻一点就好了吗 知道了 轻轻一点就好了吗 知道了 别怎么说我了 放手 再轻轻一点就好了 放手 再轻轻一点就好了 好 饿了吧 饿了吧 嗯 饿了 你说吧 听你的 几天前两名少年赛 在沈亚对新农工员湖边瓦的时候 其中一名不幸地入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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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老药 好像是来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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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行 不行 来啦 小高 来来来来 来 屋里坐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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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阳 你快来 你看谁来了 你们好 欢迎你来我们家 哎 跟人说外语啊 哦 欢迎来到我家 来找见你 谢谢 也很高兴认你 我们应该去讨论什么 好 好 他说什么 哦 他说呀 我们现在去讨论一下学习的事 哦 学习 行 来 到你屋里去聊 来 小高 来 坐坐坐 小高 这次都费你啊 我可没地方给洋洋找老外去 你别客气 来 小高 来喝点水啊 谢谢 谢谢 哎 小高 那费用的事 你是怎么跟人家说的 主任 别 千万别提钱的事 我的朋友呢 跟他是同事 这事儿 纯属于是来帮忙的 哎呀 这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看 工作那么多年了 您对我的关照 我心里是有数的 再说了 能为洋洋做点事儿 我这高兴还来不及呢 老洋 小高人真的不错 以后啊 都关照着点 小高是不错 人也很 朴实 我给几个领导 都提到过你 谢谢主任 以后在工作中 有个大事小情的 您还得多点拨点拨 工作上的事儿都好说 可眼前这个事儿可怎么办 让人家老外一探探往我这儿白跑 您就别操心了 等杨阳出国学习以后 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是啊 我们压力大呀 我为党工作这么多年 我和杨阳妈 还是两个秀亲风啊 你说为了孩子 我们又不能不管 是 这个您尽管放心 钱的问题嘛 咱们大家一起想办法 总不能把孩子的事儿给耽误了吧 是 小高 就留下吃饭吧 我让大姐多炒几个菜 对 小高 在这吃饭再走吧 旁边我的主意啊 不了 我还有点事儿 下次吧 下次我一定来 我走了 有空常来啊 好 行行 来 您留步吧 走 到了到了到了 累死了 快点快点 这儿来坐这儿来坐 坐一坐 坐里边 请问几位是第一次到我们店吗 这什么呀 快去拿单子呀 好 哪有工事啊 快餐店有这么漂亮的服务院 少见啊 长得那么漂亮当服务员可惜了 再漂亮的脸蛋 拿给那个油烟一熏啊 全部都完蛋了 全部都完蛋了 你们哪知道人家涂的是什么呀 没准在搬高枣之前 先在这儿落个脚呢 你什么都知道啊你 这是我们的菜单 小姐 小姐 你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 有什么不一样吗 本地的外地的不一样都为你们服务吗 你们老板对你们怎么样啊 对我当然挺好的了 要不然我干嘛给他干呢 那是 你长得这么好看 你们经理舍得对你不好吗 你们可真会开玩笑 点菜吧 有什么可点的 松花麻辣堵丝 糖醋藕 一人一盘肉饼 外带紫米粥 好 喝点什么吗 我们这儿有啤酒和饮料 不要 我们就只喝红酒 红酒配肉饼 你这是什么吃法呀 你懂什么 我觉得挺好 就这么配 去 再来一瓶干红 对不起 我们这儿没有干红 您还是点别的饮料吧 你不会上外边买去 待会儿一块涮葬不就得了 我们这里是快餐店 一般只卖肉饼和小菜 您要是想喝红酒的话 就请到别的餐厅用餐 而且我们经理有规定 服务员是不可以擅自离开岗位的 否则就要罚钱 所以我不能给您去买 让您买你就去买 哪儿来这么多废话 你知道她谁吗 她是你们老板娘 连你们经理都得让着她 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老板娘 我还真没有见过您 你们经理呢 我不知道 有可能去防疫站了吧 那这个店现在谁管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职责和岗位 经理不在 我们张远可以好好地工作 我问你 刚才那个是什么态度 我怎么了 我什么态度啊 你看你什么态度 你这是谁的钱你知道吗 我正我 我 你们怎么来了 你这个服务员啊 脑子太笨了 让他去买瓶红酒 他都不会 像这样的服务员 不把客人都得罪关了 像你们这样的人 我还懒得刺合 你 你还挺大 你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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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恺 诚恺 说这么快就出来了 我真的给你感到高兴啊 你稍微等我一下 我说马上就好 我找你好吗 小姐 你得开队啊 好 不好意思啊 好 你快点 吃手 走 快点 快点 走 快点 那是你的芬芳 只要你在身旁 我的心就飞扬 夏日阳光不再拙人 那是你送的银梁 只要你在身旁 我的爱就有希望 秋月繁星格外明亮 那是你的目光 只要你在身旁 我的梦就暗想 冬夜醒来天一回回 那是你的贪光 只要你在身旁 我的爱就有希望 秋月繁星格外明亮 那是你的目光 那是你的目光 只要你在身旁 我的梦就暗想 冬夜醒来天一回回 那是你的贪光 冬夜醒来天一回回 那是你的贪光 写作 只是我排解寂寞的一种 业余爱好 你生活那么充实 你怎么会寂寞呢 我就是亏待你 我也不可能亏待她 你就非得这么执着是不是 你非得让我感动是不是 你想啊 她既然敢收你的钱 怎么可能不跟你办事呢 不是我管着你 我是怕你 我知道了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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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